Yeah 今天的來賓呢 是遠見雜誌的記者江星翰 他剛寫了一篇 郵輪的系列專題 然後郵輪產業現在就風雨飄搖 這個也算是主事業賞飯吃啊 所以這一次辛正兄對鑽石公主號做的調查研究 到底船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船上發生什麼事情 說實在話 我每一個人的說法都完全不一樣 但非常可以確定的是說 其實在很多公衛專家的眼中 日本的做法是不對的 甚至就像行政職務有訪問一下 一些公衛他就講 他們也看不懂日本政府想什麼 因為很多人會講說 因為他沒有經歷過SARS 可是他們會認為說 有沒有經歷過是一回事情 但怎樣的判斷都不應該放在郵輪上面 那日本政府的做法呢 他又不想把他隔離 當初他應該一開始就先檢驗他 健康歸健康 疑似歸疑似 那確診歸確診 他又不做這動作 陳日生喔 就是那個魔術師 那陳日生他那時候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是怎麼描述這個狀況 其實他那時候在訪問的過程 他有說一開始其實對這件事不太清楚 也不太曉得這疫情 透過朋友才知道說 哇那個香港老翁他生病了 他確診了 那在那過程裡面呢 其實船上的人舞躁跳了 然後呢該吃就吃 該睡就睡 他也照樣去變魔術 他也對因為他是工作人員 對 但在整個環境裡面都沒有人 去意識到這件事的嚴重性 這過程其實很多事情真的必須透過外界去跟他講 其實現在日本狀況就像很多媒體講的 只是說對我來講印象更深刻應該是前天晚上 因為我表姐就坐在大阪 所以我就直接問他的第一手消息 因為他是嫁到日本已經快十年了 他也很訝異說 日本人對於這件事真的太有無感了 就是他說他就形容說 在台灣的話新聞會幾乎24小時都在做 他們maybe24小時裡面大概10分鐘 20分鐘 然後版面小 然後民眾也不討論 那甚至像他先生是在JR裡面上班 在剛開始的時候是不可以戴口罩的 因為他要求你的服務客人 那麥當勞也是有一樣的狀況 要露出我們最美好的笑容 他們就說真的靈緣笑容 那再來還有一個比較 就是現象就是像大家現在也會看新聞 就是搶口罩廠很兇 衛生紙很兇 當然就是這假新聞的問題 那再來他也發現到是 像他就跟我說 他也要搶東西 民生用品他也要搶 但他很可惜 因為他形容現在日本很像戰爭階段 好像就怕說疫情大爆發 然後我必須躲在家裡不能出門 我們先講解一件事情 就是日本的字數 媒體字數其實真的很嚴重 跟我們這個自由奔放的狀況不太一樣 我舉個例子 我曾經有一年去日本的時候 我在新宿 新宿你知道 新宿南口吧 對不對 這個新宿車站南口 不是 以前有一段時間有天橋 現在可能沒了 因為那個時候新宿大整改 有一個天橋要跨到對面去 我在那邊看到 哇靠 有一個 那個應該是極右派 當然在那邊自焚耶 那然後自焚之後 我晚上回來 我想說 哇 新聞如果在台灣的話 可能現場都是記者 就晚上在那邊轉來轉去 好 就一家電視台 爆了十秒鐘 而且那個畫面還全部都馬賽克 就通通沒有 其他是真的完全找不到 再不然就是只有文字版 所以坦白說日本的這個新聞媒體 相對真的比較保守啦 平常時候 大家都覺得 喔好棒棒 這個很文雅 然後也不會塑造恐慌 但真有大難的時候 這個狀況到底對不對 很值得討論 那後面還有 你還找到了 什麼樣日本目前的狀況 其實剛才那部分 我覺得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跟日本的文化 它有關係 他們很壓抑 等於是就算知道這件事情 也不會把自己弄得很恐慌 就像他講的 其實他會知道這個疫情 性感是我們台灣這邊 我們家人跟他講 他才警覺到 可是他警覺到的時候 就要跟他先生講 他先生是日本人 先生就是 無所謂 就覺得還好 但被上任之後 其實很多醜聞都開始爆發出來 那開始也讓整個制度上 會有點荒腔走板 像這次疫情就是最經典的 大家都在顧疫情的時候 他還在顧慮他的外交政策 經濟方向 北海道那位知識 真的太聰明 他先要求進入緊急狀態 但其實這件事 是我們台灣人認為而已 日本人說 其實新聞也都沒有難報 他們也不曉得這件事